所以佛学,这体会出来,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很习惯 有一天啊,你突然跑到深山去,你会受不了 为什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看不到,一个杂音也听不到,一动不住 挡不住,为什么?习性,变成我们习性是这样 不能去烦恼,好,我大的环境这么嘈杂,你已经习惯了 你离开这个环境,你生活不来 所以我们没有培养兴奋之中的充实,够的都不实在啊 一定要培养 当你静下心来,整个天地都在你这个身中 在你整个身上就是整个天地,这样子才可以 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你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不要上网,不要看电脑 你全部都不接近,你的生活是怎么样? 要体会哦,我们那个时候能够很充实,那你这一身呢 你的佛性就已经能够呈现了啦,这样才可以哦 假如说我们都要靠着外面的事,来麻痹我们的神经啊,那错误了哦 我们一身一够很快就够了哦 还没多久哦,我们就这个怎么样?年纪大了啦,这个四肢都不动了,这个五官都发生问题了,五脏呢?他都不给我们用了 那个时候你才,我要赶快行功利得都来不及了哦 我要赶快修我的习性都来不及了哦 在我们现在还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啊,赶快修 把习性啊,习性是佛性本来没有的 赶快把它修掉,不要他哦,他不是本来有的 因为他呢,有了就会推我到凡尘来出生 那我就在六道人回 他没有了,我就不用六道人回 要把它修掉啊 各位有没有心想把它修掉? 有 要修掉他哦,不然我们在六道里面哦 我们把这个呢,都修掉了哦 然后我们就超出六道人回 跟这个大,跟整个宇宙虚空呢,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啊,千百亿化身 你不要说,哎呦,啊 啊,不用五十年就没人啊 啊,犯罪要怎样? 你不要烦恼啊 你不要人想说,我没有 我没有做人,人要怎样来? 千百亿化身 不用烦恼哦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啊 这个现在修,已经修成了仙佛菩萨 他呢,都在打钢柱道 所以哦,我们在大乐天啊 在空旷的地方 哦,只要说,哎,你怎么突然看见呢? 哦,有一棵大树 可以到这个树荫底下去乘凉 那一棵大树,就是佛菩萨它 千百亿化身,变化在那里 要让你乘凉 等到你乘凉过了以后 你走开,它就不见了 哦,在你很 傲乐的时候,有一阵凉风吹过来 那是佛菩萨呢?千百亿化身 吹风,让你能够很凉快 我们都不体会哦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不用害怕,世间没人 我们又可以,你喜欢当人 又可以化人到完成来 你不喜欢的又马上可以回去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哦 我们现在是变夜推 夜把我们推,我们不得不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圣物的是不一样哦 可以千百亿化身啊 不想单人,还可以当小排兔 不想当小排兔,我们还可以回归到圣位 哦,我们不想到说佛世界来 诶,也可以不来 我们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到唯魔觉那个东方,妙喜世界 可是我们现在都到不了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月障 把我们障住了啊 所以要了掉 要了月障最好的方法 欢喜心,半恋瘦 心月不照,秋月一直聊 这样就可以了啦 那就简单吧? 有哦 所以大陆呢,有四亿七千万哦 这个呢,是李祖师在的时候的人口 现在呢,增加很快啊 已经有十三亿啊 那为什么增加那么快? 因为现在很多哦 那个野兽啊 都被我们人打死了 他死了以后 他野兽死掉 已经来转 转身哦 有人的身体啊 所以各位浅賢 现在人很多哦 人的身体啊 都是野兽的心 为什么? 因为都这么来而已啊 所以我们都得到那儿人哦 人变兽心哦 我们也不要哦 不要感到奇怪啦 为什么? 就都在野兽出去做人而已啊 这样呢 就没有那个恨 就没有餐 这样知道吗? 所以哦 我们要可怜他啦 所以哦 我们要可怜他啦 他假如说是寿心,人面寿心的话,我们要可怜他。 他还要种很多的善,让那个善生根,让善根成熟。 你看,才有机会接受大圣佛法,不容易啦。 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能够做得住,根气都不缓。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都是佛啊,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都是这个高推圣剑,至极悲屈。 那佛都有佛骨,我这凡人骨。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都这样,都说那个圣人有圣人的。 他就收了很多呆,才会成。 你看那个密勒禄八。人家问他说,你修几生几世啊? 他说我三,我前世是三二道。 一生一世就修成。只要你能够忍受那个苦啊。 我们既然得到了,当天都给各位公平的机会。 你纵然是已经修了千百事,你现在不修, 一样没办法回去。 成不了正位,没有办法成佛。 你纵然是都在三二道,打滚了很久。 你只要现在肯修,一样成先奏佛。 公平的。十方之佛,从人道修成。 人道修成,是平等的。 那你落入三二道,佛性还是一样的。佛性没有变。 所遭遇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接受果报。我们自己。佛性啊,拖着中阴身,走啦,我们来啦。 来三五道。佛性喔,随缘,要来就来。 你佛性把他拖在七天神仙,要来享福报,好,要来就来。 佛性把他拖来人道,好,要来就来。随缘。 我们不要在这个六道里面在流浪。 我们都来当课。这个叫课。课程。 我们不要被课程所误。 那么由我姓天的光明,而推及啊,依照同胞。 有这么多同胞,我都一样把他能够让他也回归到他的本来。 那么各父自信,都恢复啊,到自己的本性。 而我这佛果,不齐其德,而自德。 就是不要想。我们不要想说,我要成佛,我要成佛。 自然就成了啦。 所以我们要舍。 连那个佛的口味,我们也不要。 因为已经进入真理世界了。 就不要那个名相啦。那个名,那个相都不要。 你就真正的回到本归了。 这样懂意思吗? 我姓都在说,我们这个开车的人精神都会很好。 坐车的人就不一定了。坐车的人摇摇胖胖,他不睡觉才真的功夫。 所以以上三大纲领,就是明德、清明、止以至善。 三大纲领,人各能亦然作趣。 结果达到至极无以互加至善的境界。 从这个三纲领,这个大学的三纲领, 明德、清明、至善。 这个叫三纲领。 难吃步啊,欲学大学之功。 西先,心知,子于何处。 就是先要知道我们心要知子,要指在什么地方。 曰,子于性天也。 就指在我们真如本性的本体。 心有首归,而性不问而自定。 我们心有首归了,心有首归属, 我们就知道怎么做。 那个性就不问,然后自然定。 自然就产生了那个定。 那么性定之后啊,则此身肉有肉舞啊。 这个身体好像有,好像没有。 此心如在如不在。 这个都在讲我们那个真理的状态就是这样。 肉有肉舞啊,如在如不在。 说他有不对,说他没有,都是走路两边。 这个肉有肉舞,刚好中道。 如在如不在,刚好中道。 都不在两边。 那么此心啊,若非然而不非然。 所以又是一样。 不在两边。 清静啊,无为。 就已经回归到清静啊,无所作为。 昏蓝一离。 静肉啊,三月。 动是何行。 而达到这个真静的境界。 那个呢,就是在描绘,李祖师在描绘啊,我们那个佛性的一个状态。 那么此所谓啊,身有所寻。 已经呢,身有所真寻。 心有所归。 心有归属。 性有所安。 性也能够安。 那么性既安,则内圣之功既主。 那么以下,这个律以德啊,此其外功也。 能律能德啊,这个就外功。 亦可以说是,亲民之道。 所以我们内圣臣的,然后要亲民。 内圣的,虽戌既主。 必与悲天命人之心啊,常报。 苦口婆心的化事。 所以我们就是要苦口婆心。 你看先佛道,这个凡臣来借俏啊。 都是苦口婆心啊。 应着我们众生的需要。 然后给我们点画,给我们引导。 都是苦口婆心。 那么一人姓天为民啊。 几次姓天啊。 由为民之疾风儿。 所以一个人因为啊,姓本同体。 那一个人的姓为民啊。 自己的姓也就为钱不民。 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么律者,律世界众生啊不悟。 众生也都不领悟。 律啊,社会同胞姓天为民。 我们这个社会同胞啊。 现在都在耍心机啊。 都在耍心机。 都在造业。 忙着造业。 所以哦,那个弥勒祿司。 弥勒祿八。 说呢,这个忙着造业。 弥地雅唯恐不生。 这个受苦的时间唯恐不长。 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持以众生为律。 就是考虑到众生。 不是考虑自己啊。 就是考虑众生。 那么以天下为优。 就是以这个天下为优。 不优自己。 我们大部分都是想到自己。 那么弥己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也。 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 那个圣人之心啊。 都是这个样子。 量子。 这个而己性之守之。 花己性之守能。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这个自己已经知道了。 就是要告示人。 那么自己已经领悟了。 就要也使别人领悟。 因为领悟。 这个心理心法。 真的都是一个巧妙。 一个关键。 一个巧妙。 你转不过去。 就是没办法。 不能悟就是不能悟。 像或许。 这个用三十年的时间。 那个时间。 不能悟就是不能悟。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怎么样都没办法。 你要假装知道就是假装不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 现在别人他没有领悟心性。 他给你说。 我知道了。 你只要一看一听,你就知道。 就是把你的嘴巴都堵起来。 你想要再讲说。 啊,你就都知道了。 我还要说什么。 他实在不知道。 他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因为你刚,好像刚来嘛。 那我们这边很多都听很久了。 他们你看,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很久了。 我说年轻人都还在打瞌睡。 他都精神很好。 我们年轻人都要赶到残队。 还有一个梁妈妈今天没来。 梁妈妈跟她姐妹,两个都从头到尾都没切磕。 现在师先生有一点身体不舒服才没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都是要累积。 一点一滴累积。 只要你有心追求,上天一定会给你答案。 这个上圣法,绝对不是说你马上就了解。 如果这么简单,好事也不用这么辛苦。 所以要先了解。 因为我们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做就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先了解。 只要你了解,不怕不做。 因为我们那个佛性会酝酿那个力道。 做做做做。 你知道怎么不做不做不做。 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后来,你不做都挡不住你的良心。 良心叫你做做做,你就会做了啦。 所谓知啊,知难行意。 知道很困难啦,行就容易的。 知难行意。 知道很困难,这个真理要领悟很困难。 这个上圣法真的是很出圣。 出圣到没有语言文字。 我们用语言文字勉强在说。 你看要多用心。 要用不同角度来讲。 然后一再讲,一再讲,刚好有一个讲。 有一个角度,我听懂了。 就对了,就好了。 我们就能够去做,知道了就能去做。 所以能够了解到,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真心佛性。 这么的殊胜,那个时候生死变成一体。 内盘跟生死都是名相,那个都可以去掉。 众生、佛也都可以不要。 众生跟佛跟心啊,它都是一体的。 是我们不了解,才把它分那个名相出来,让我们来学。 我们学到了,这个都不要。 学习到了,这个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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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关系,他不用急,不用急。 你就想一想啊,我学十三岁就开始追。 现在六十三岁,这样几年。 你这几天? 所以不用急。 只要你有心,绝对可以了解。 你绝对可以明心见性,绝对可以见性成佛。 只怕你没有心,你去樊臣寺给你捞起来。 啊,不好意思,我没赢了,我没赢。 没赢什么? 樊臣寺。 还要做樊人,所以就真没赢。 樊臣寺,我们要做樊臣寺。 我们自己都拿一条坑线寺,把这个仙坑坑起来。 所以,制造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搂樊臣寺。 不樊臣寺吗? 你都樊臣寺,都不要起心动念,有樊臣寺吗? 啊,我们就没赢樊,要起两头来想。 所以樊没丢。 所以就真没樊,没樊臣寺的事情。 完全的事情。 啊,那都受苦的。 所以没樊,都自己找的。 对,啊,我们现在就要做樊臣寺。 啊,要做樊臣寺,就要了解真理。 所有的樊臣寺都不要紧,才有法度樊臣寺。 啊,如果樊臣寺了,你樊臣寺不来啦。 这一项也要找你,那一项也要找你。 你怎样有法度樊?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生樊臣寺。 樊臣寺,樊臣寺就欢喜去樊臣寺。 欢喜去樊臣寺,这样就要了解。 了解,樊臣寺的樊臣寺了。 心的樊臣寺。 啊,有法度樊臣寺吗? 就真是樊臣寺。 啊,就要一段时间啦。 不然现在,一些樊臣寺不樊臣寺,就要樊臣寺。 啊,你又够一些樊臣寺。 去樊臣寺。 樊臣寺不樊,就要幸福地樊臣寺。 樊臣寺不樊臣寺不樊。 怎么就要淫寺不樊臣寺。 樊臣寺不樊臣寺不樊臣寺。 樊臣寺不樊臣寺不樊臣寺或者习无ножho的寺。 所以喔,我們就要知道,每一個都是菩薩 所以不要說,我就比較傻,人都比較傻,沒有那個事情 我們台灣生意,你看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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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你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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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所以那個水他在吃得對,我們煩不得對的那些事情 你如果要掃火他行復,就有多心意不得了 掃火他,那是周禮盤佛邪 所以,很簡單 我們兩頭來,想說這兩頭都是垃圾,把他掃掉 那個周禮盤佛邪,就是這樣 對,我跟他說,他這樣認真到 這樣快到三兄弟就跟我們問要怎麼收 好,那三兄弟看著他,他頭髮就大了 好,現在看著他在頭前來,沒關係 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為什麼現在去頂到,他還沒完沒了 所以都很緊張,都不敢緊張就他了 好,讓他這樣,我們很慶幸 像說大家都票完,我沒辦法收,拿手就要去釣打 阿芬,他就知道,就憲心 憲心來告訴他 他說你之前,過世了 你知道這個法修期的法文很多 但是你很凶多,都不敢說 現在人不跟你說,這就一報回一報 所以你不要難過,那過就好了 阿芬,你現在不可以聽佛工經所法 不懂道理,沒關係,我自己 你偷偷去賣,拿一支掃酒給他 說這給他掃酒,他說這知道 我知道啦,我用東西拿來,給他掃酒 還拿一支掃酒,說這給他掃酒 這樣我知道啦,這會怎樣 阿芬,你全府省掃頭咖就好 你不用去聽佛,也不用再學法 你只掃清洗就好 他這樣整天,吃飽都掃,掃,掃 頭巾後面,洗來洗外,都掃到整起整起 都沒垃圾 沒垃圾,他就能坐 洗淋的時候,兩頭就來 他說,喔,這也漏汁 真的,把它掃掉 現在還有兩頭來,喔,這也漏汁 快把它掃掉 讓他,最近 比五百的三天都還沒生 他已經生乌路痕了 已經呈無聲法人 你知道嗎? 已經到達無聲,不聲不昧了 那,淵頭來了,掃掉 淵頭來了,掃掉 淵頭已經都沒了 就無聲,無聲就無昧 所謂無聲無昧 無聲法人就已滴到 他的三天都還要針在旁邊 他就敵到了 你看到嗎? 所以不用涼自己說 我們不比他更猛 就要拿掃酒拿著說,這個叫做掃酒 就要本機拿著說,這個叫做本機 我們怎麼會這麼猛? 沒有這麼厲害吧? 所以他都可以撐了 我們怎麼不撐? 我們就是都剋水 剋什麼? 我沒那麼猛 我真聰明 我們去讓聰明 掃藍到 我真聰明 我把他要收的 稍放的 我先做繁甄的事情 繁甄的事情 做好的再來收 我們去讓這個掃藍 我們就被這個耽誤了 修道就在日常 我們工作之中 我們如果在工作 全心全力 專一就是到 專一就是到 做完了拋開 不要再流到腦海裡面 這樣簡單嗎? 我們不在做咧 對 我們還在那裡收 已經做完了 還在台下裡面收 在減透 做得好 做得不好 好不好也都過了 你怎麼扭得回來了 所以過去就拋開 未來的還沒到 現在不住 三心都沒有 當下都是佛 這麼好怎麼會沒有 可是有的人會講說 記起教訓 記起教訓 記起教訓就要長期 駐在凡臣 我們準備 當時都要凡臣 這裡就要記起教訓 然後策劃未來 把握現在 就是要長期駐在凡臣 我們佛心沒有這個事情 本來有一位新主的前嫌 要來跟各位分享他的心得 可是臨陣退休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才會有很多前嫌都帶人來 結果就很失望 怎麼沒有 這個中間的轉折構成 因為我們也都沒有交代 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 因為或許也沒有講 要來也沒有講 沒來也沒講 構成也沒講 所以大家都不曉得 那或許大概 把那個了解的狀況 向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那個陳蔣師 那個陳美惠 他在新竹 因為他很很會渡人 這個坐車也可以渡人 這個買 親買豆腐 也可以渡人 去市場 也可以渡人 然後這個 只要在路邊攤買東西也可以渡人 他就遇到一位 這個癌症第四期 已經是所有醫生都說沒有救了 是非常嚴重 那麼他就跟他相熟 相識了以後 就跟他講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病 大概都是我們自己累積 在心上累積下來 所以要從這個自己的心改變 我們都放不下身段 所以病就不會好 結果他跟他講了以後 這個他說他已經 這個乳房 已經手術一邊 已經沒有 然後子宮也拿掉 所以他要希望說 能夠怎麼樣 把他的這個構成 講給各位聽 因為他放下身段以後 整個這個癌細胞 都產生變化 連醫生也很驚訝 因為他在家裡 大部分都是 這個女人很強 很強勢 所以就累積很多的一些病因 結果他因為 癌症第四期沒有希望 所以就全部都放下 一放下了以後 就很符合那個女人的柔 很柔 很柔那個癌細胞才一直消失 他一直消失以後 他就很高興 他先生也很高興 他先生本來是 大概是職業精人 所以為了他的病 就提早退休 就用那一些退休精 因為他先生也被他管的 這個以往都被他管的死死的 也都這個叫做有怨在心裡 也都沒有表現出來 他後來他太太這樣一放下身段以後 就尊重她是一家之主 就是一家的主人 所以他就又舍毀他的那個信心 對人生的那一種比較美好一面 光明一面 所以整個家裡就改變了 結果就要把這個構成跟有癌症的人分享 以及就要給一些想修到的人知道 所以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因為我們都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我們都有一個執著 就是我 然後這為了這一個我 就造成很多的那一些 情緒上的不穩定 這個我們所謂的煩惱 他煩惱就引起身上會有毛病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一改變了生活態度以後 這一些這個病也一直在改善 改善了很多 結果各位選人 他身體一改善了以後 他心也改變 本來是放下身段很溫柔的 很聽話了很珍重這個悲人 結果他身上一健康起來以後 舊的習性又回來了 全部都要他又做主了 這樣的話 因為他就改變這個觀念 因為身體又健康回來了 以後的那一些 那個霸氣霸道 又不知不覺又回來了 所以 陳講師要他來 本來說6月6號 為什麼會改變 就是因為他身體好了 因為他現在又恢復到以前了 所以他就 什麼都要做主 各位聽出意思了嗎 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我們肯放下我們自己的身段 我們肯放下萬元 然後我們的佛性就可以呈現 所以沒有來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他已經有改變心理了 然後又說什麼6月24號 陳講師說 那個不得准 所以或者先把這個構成 跟各位交代一下 那因為或許也都希望各位 能夠在我們 能夠自己做主的時候 趕快修到 趕快萬元能夠放下 我們把那個執著 把那個我像 那一種事項 全部都能夠去掉 恢復整個 我們那個 全部的佛性都出來了 六祖壇經的基元品 第七 那個基元品的最後 他說 毆人有祭了 能斷百思想 對境也心不起 菩提日日漲 然後六子聽到以後 就跟這個大家說 說此祭未明心地 說這個基語沒有了解到 我們的這個真乳本體 沒有了解 如果假如說去做的話 會越加束縛 就是我們會這個 離這個真心佛性 越遠 所以六祖就講 他說會沒伎良 不斷百思想 那個沒伎良 就是不要 不要起心動念 就是本性 然後不斷百思想 這個這一個角度 就剛才那個師姐講 所看到的時鐘 看到時鐘 不是知道時鐘嗎 這個叫做 我們要了解 叫做百思想 它不斷 因為它是我們佛性的功能作用 所以我們不要去斷它 它有很妙的功能作用 有百思想 有這麼多 這個是佛性的水眼之用 你這樣知道嗎 然後對靖 對靖心肅起 對靖心肅起 各位就是要了解到 因為厄倫說對靖心不齊 他以為說有那個禪定的功夫 那個六祖就講 對靖心肅起 那麼這個對靖心肅起 就是了了分明 那我們在了了分明之中 這個又是怎麼樣 又是我們佛性的呈現 這樣懂意思嗎 懂不懂意思 因為都很微妙 怎麼講 或許再加一個元絕經 把這個關係 元絕經 或許有說 一切菩薩及末數眾生 虛一切實不齊妄念 然後 疑諸妄心 亦不惜美 諸妄想見 不佳了知 疑無了知 不變真實 然後我們把厄倫的紀語 六祖的紀語 跟這個 釋迦摩音佛講的這個言訣 我們把它融會 意思就可以出來 那個 就是我們在生活之中 整天的生活裡面 我們不要起心動念 因為起心動念 叫做忘心 那個很重要 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都起心動念 全部都叫忘心 那我們在忘心裡面 有行為 那個叫造業 造業 就要接受果報 那我們了解說 這個不起 不要起妄念 就是不要 從我們的 這個六根 面對六成 產生的六四 那個功夫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功夫 那個忘心 我們都不起 接下來 那個 不起妄念的再下來 說疑諸忘心 疑不息妹 那麼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 六祖講的 這個 不斷擺思想 那個擺思想 就是 忘心不息妹 這樣各位能夠連得起來嗎 可不可以連得起來 那個擺思想 就是忘心 忘心不息妹 就是真心 擺思想 就是真心 這樣懂得嗎 對 這個很 很細膩的東西 因為都差在一點 剛才學姐有講 你看到了 寥寥分明 你不要去分辨 不要去分白 不要起心動念 這個就是我們 如如不動的本體 但是你只要 現在幾點 那個是什麼 這樣的話 叫做視心 視心 就是隨言之用 不變之體 已經變成隨言之用 這樣了解嗎 變成我們佛性的隨言之用 也是佛性 可是它已經露露 用 不是體 這樣懂不懂 我們追 就是要追本體 你把本體能夠追到了 你從體啟用 從體啟用 就有百千個法門 我們都可以很靈活地去用 那假如說 我們沒有 把這個本體找出來 我們都在用的上面 用功夫 那個就沒有辦法成就 我們都是把那個生內心 當成真心來用 就修到修得 哩哩哩哩哩哩 都沒有成就 就是今天 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了解到本體 本體它是如如不動 那麼如如不動 這個東西 它是諸佛所證的 那個實相 那個真如一真法界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它是超越語言 超越文字 超越我們所能夠講的 那麼所能夠講的 都沒有辦法進入到那個 一個本體的狀態 所以要進入本體 就要靠我們自己用 功夫 看我們功夫 用得夠不夠 我們功夫夠的話 就進去了 你功夫不夠的話 你不用心的話 就進不去 進不去都是在外圍 都是在我們佛性的功能 作用 在這個作用裡面 一直在打轉 我們能夠了解到 這個是很 就是很微妙的東西 以這個住妄想境 不佳了知 我們這個所面對的 全部都是妄想境 難道我們不佳了知 就是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 我們不要再去加於了知 不加於了知 這個妄想境 全部都是真心 全部都是佛性 加於了知 又變成 世心 又變成功能作用 變成我們佛性的水眼之用 本體它又隱了啦 細不細膩 很微細 所以我們就是要了解到 佛性的本體是如如不動 可是它用可以水眼 用 我們日常之中就是用 水眼之用 它可以 八萬四千法門 都是水眼之用 可是我們一定要知道本體 或者才講說呢 你研究意見 先要把那個 不變的 不意的 那個先要研究 無變的 那個先要知道 然後變意跟交易 那個 你不用去研究 它一樣 也是 怎麼樣 自然的在呈現 那我們去研究了以後 研究這個變意跟交易 那我們研究以後 就會有一種不知不覺的 驕傲 為什麼 因為都很準確 你不研究也很準確啦 白天啊 再過去就黑夜 黑夜再過去就白天 成天過去就夏天 都很準的 你不研究也很準啦 可是你研究了以後 糟糕 我們就 有一種 這個 非常 這個叫怎麼樣 這個 守得 喔 這個太 太神奇了 不研究也很神奇啊 春夏秋冬 你看 天地都不講 都喔 這個 運轉的很準 所以我們研究了以後 所以研究意見的人啊 他就有一種 那一種高傲心 人家的意見他就不接受了 我們是最怕喔 各位天使 我們修道最怕喔 就是被這個守之障障礙 守之障障礙我們的佛性啦 佛性就永遠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不能喔 驕傲 我們修道法絕對不能驕傲 喔 驕傲了就 喔 跟這個我們喔 正 正物成佛沒有緣啦 沒有那個機會 欸 所以我們呢 就是要了解到喔 喔 沒有那個喔 身體的我像 喔 以及呢 也沒有這個喔 外面的法像 也都沒有啦 全部都沒有 那你能夠到一無所有 都能夠全部放下了 那個佛性才出現 這樣各位有沒有聽出一點端倪 所以我們就要告訴自己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因為我們放不下 我們所有的習性 我們所有的習性 放不下 我們所有現在擁有的喔 這個喔 在生活上這些 我們也放不下 所以才障礙 障礙喔 障礙喔 我們喔 能夠進入到 這個真喔 這個真喔 這個真如喔 這個一真法界喔 是我們自己障礙的 那假如說我們把這些都能夠放下 喔 身段也放下 我們的手支也放下 然後呢 我們就真的可以呈現喔 那個正知正見 正切的我們的知見 就可以呈現 那正切的知見呈現以後啊 我們就走 走路到喔 嚕嚕不動的喔 這個本體 那體我們已經已經 能夠進入了 那我們就可以隨言之用 這個時候隨言之用耶 就很逍遙自在 就很自然而然 都沒有勉強喔 喔 所以我們就是要 努力的能夠進入耶 啊 這個 佛性的本體 那這個呢 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作為啊 非常 啊 關係非常大 假如說 我們都是自私之利 只看到自己 那這個機會大概不多啦 要進入喔 佛性本體的機會都不多 那我們假如說 喔 一直在默默的犧牲奉獻 那麼我們要了解 那個默默的犧牲奉獻喔 就是生殖得本啊 那這個不是現在才有 我們累世啊 就已經在種 種這個得本 喔 德的根本啊 喔 那個很重要啊 我們能夠進入到佛性的本體啊 就是一定要有 喔 這個 這個功夫 什麼功夫 生殖得本的功夫 那麼這個呢 都是利益眾生 因為呢 利益眾生啊 才能夠到達 喔 平等法界 才沒有昏悲心 才呢 能夠真正的到達 佛 喔 的這個見解 那我們呢 每一位都是佛 之所以不成呢 都是被我們自己障礙 所以最大的地 還是自己啦 或許都一再講 還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呢 只要能夠放下身段 能夠呢 能夠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能夠 都跟我們的佛性 在一起 就是呢 那 那一句啊 說 一切如來 本起因地 皆一啊 原造 清淨結像 永斷無明 方程佛道 各位還記得嗎 熟不熟 這個蠻重要的啦 一個綱要 我們呢 來講 修道啊 就是要觀照 當然啦 我們都要眾生 去成全眾生 這個都是呢 我們外圍的事項 要做 為什麼 我們呢 累世啊 造的業很多 這一些不做的話 我們的業 沒有辦法了 業沒有辦法了 我們被業障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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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研究真理啊 就有障礙 來把我們藏住 聽不進去啦 然後呢 有時候 連到聽的會場都到不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像 只要是我們講真理 講很深的真理啊 一定人多不多 為什麼 各位就要了解那個根基啊 以及那個生死得本的重要 我們喔 這個不講表面啦 你講表面喔 怎麼會做人 那個都是六道人回啊 你要進入到佛 佛道佛境界 一定要進入到 如如不動的本體 一定要進入 那麼要進入呢 我們就是要 要能夠全心全力 我們在這個上的喔 這個大學裡面啊 李主持跟我們講的 三個字 各位還記得嗎 不要翻書 就是第一個喔 我們在翻陳 第一個就是要陳 第一個啊 這個陳 因為陳啊 天地啊 非常陳 我們可以體會啊 白天就是白天 天夜就是夜夜 春夏秋冬 就是春夏秋冬 非常沉 然后我们种种族啊 种东西 种水果生出来就水果 种这个稻谷生出来就稻谷 他不会说 你种这个稻谷啊 他生水果出来 不会 所以天地很沉 那我们就是要 学天地的沉 那人与人这个交往也是一样 你很诚心的话 别人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个金子之交淡如水 淡淡的好像水 不会断 因为那个就是沉 很沉的沉心 不会这个 而怕被他卖掉了还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跟朋友交啊 我们娶去买都要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个就是会用心机 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或许都讲 第一个修道就是要相信因果 我们不能造因果啦 那我们接收因果的这个果报啊 我们要欢喜去感言收 才能够了 我们不能造 不要以为说 我们可以得到很大利益 然后出卖别人 不要高兴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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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因果啊 他绝对哦 这个铁定的啦 没有侥幸的心理啊 不会把你落去 你做做的哦 你做好了 上天一定给你福报 你不好了 一定给你哦 这个恶的果报 不会没有啊 纵然经过百千节啊 所作业不亡 因言慧意识啊 果报还自受 所以哦 我们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 所以要很踏实的 我们这个很多机会都可以听到 说老实念佛 那个老实念佛啊 就是告诉我们 佛就是我们自己啦 我们要很老实的对待自己 然后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一点也不占很便宜 一点也不要偷鸡其巧 这样叫做老实的念佛 因为哦 真理的东西啊 都比较深色啊 听起来说哦 我怎么在想 都没出没味 可是哦 这个才哦 真的利我们闲 我们能够做啊 就可以脱领苦海 我们不想做啊 我们想偷鸡其巧 走到旁门 受苦的还是自己啊 所以我们哦 要先了解说 凡尘哦 不好玩 不可爱 不要贪念凡尘 我们有这个心了以后啊 我们才会专心修道 专心修道 诚心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接着就是要恒心 不能哦 遇到环境就变了 然后第三个 尖 尘 恒 尖 三个字 所以李主持就跟我们讲 只要做是三个字啊 造就可以修成了 这样有简单吗 都不敢赢啊 这个都人人知啊 可是哦 知是知啊 可是都容不尽哦 知道都知道了 就跟生华合卫作为 有什么合卫作为 因为外面的造化的饮流力量太大 然后我们的价值观念啊 哦 又受到大幻境的影响 所以哦 我们都把这个哦 赚钱摆在第一位 然后把这个哦 修道摆在第二位哦 第三位 第十位 没有没有很重视 所以哦 我们就是要了解哦 我们对这个最善生的这个佛法 你假如说把它摆在第一位 像六 哦 六祖这个费能啊 他说为求咒佛 不求义务啊 哪会不成 绝对成的 那我们想一想自己 我们把什么摆在第一位 我们就是把生活摆在第一位啦 那生活就是有身体才有生活 那为什么有身体 就是我们无名造业才有身体 那我们现在把身体摆在第一位 可以脱离苦海吗 就没法躲了 那我们就把环城 结得远啦 满身啦 然后现在哦 又很注重身体 哦 你看 又爱水 又爱让人健康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啦 我们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啦 那个那个修的哦 隔在一边 那都映映了没来啦 来修啦 映映了啦 来修 对对 佛学哦 在这个就是要说 四大哦 不调啊 四大不调合 他会哦 把我们很多的注意力啊 都拉走 把我们扭起啦 身体如果不好哦 哦 我们所有的注意 那个注意力 都去让那个身体扭起 啊 比这个哦 我们要想到的心嘛 一定没办法出来 哦 所以四大调合 这个是重要啦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哦 我们为什么四大不调合 重新 重新出来啦 我们四大不调合啊 也是重新出来 那 或许有哦 写那个哦 那个米勒路八哦 那个传记 他就讲 哦 或者说 最重要的那两句啊 此心 若未 身 守死啊 法性 实相 永难 正 你看 所有历大已经修正成果的 他就跟我们说 我们的心啊 我们这个心 假如说被我们的身体 你所知实 所支配 那么你的法性实相 就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本体啊 有难正 永远 永远没有办法正悟出来 那永远我们就在人回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心哦 超越我们的身 可是哦 这个现实很现实啦 都会把我们拉 看谁较强 所以哦 我们就又欺负在现实之下 没有说心比较强 哎啊 所以这个呢 就靠我们日常生活的观照 我们啊 都有节性 蜿蜒放下的时候啊 节性放不下 那么这个节性放不下 我们就是要保持它 都时时刻刻在绝的状态 不要使它产生不绝 可是我们的生活啊 不知不绝的时间多啊 绝的时间少 所以那个不知不绝就是无明 啊无明哦 就起后照业 弥后就起来了 弥后起来就照业了 业照就要受苦 那所以我们就不要不绝 哦 这个不绝要去掉 不绝就是无明啦 啊不绝从哪里来 从觉性出来 没有觉性的话 没有觉性的话 不绝没有作用 所以我们无明啊 就是佛性 没有佛性啊 无明就没有作用 所以你看这么多众生哦 他做的都哦 做出来的事啊 都没有说哦 复合于真理 可是那也都是从佛性出来啊 啊你知道以后啊 你就不会呢 怎么样 起心动念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明理 就已经很可怜了 你就不会再对他哦 漏颈下死 所以才会体会说 啊原来是非是一敌的 不许昨天在龙刚呢 刚好也还在讲那个最上身佛法 已经讲三次了 就刚好讲一半 所以这个要有机缘哦 才能够呢这个 这个讲的路性啊 看起来哦 我们还不太成熟 你看或许一直讲 各位都一直要 跟周公打交道 那是一个角度 那是一个角度 你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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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了 你太久了 你太久了 没听了人家说 对 对 所以哈 如果人家说,让人家说,让你宝贝,我要宝贝去做几个月 因为我们打课税,状况是很多 可是我们在听课,大部分的打课税都是没有胡思乱想 打课税也不会做梦,所以他没有走路两边 所以那个时候很接近佛性 那很接近佛性,我们要能够去把握 那么你这个打课税的接近佛性,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把握 你关照的佛性,你就可以把握 这样知道吗?关键点我们要把它弥清 当然接近佛性是很好 那我们假如说要这个能够时时刻刻都看见接近佛性 那你就去看那个小婴儿 那个出生的那个小婴儿,他最接近佛性 那个还没有上幼稚圆,还没有教他 那个时候他自然呈现的那个天真 那个就是最接近佛性 最接近 可是我们要掌握 我们要能够,真正的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佛性 那就要关照 关照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尽量能够 万脸都放下 当然 我们工作的时候 就要专一,专一就是到 那我们有空闲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因为胡思乱想就是朝夜 就是夜 念头就是夜 不要胡思乱想 这个时候万脸放下 就剩下决心 决心我们就用那个决心 用决心所发挥的波罗 来关照决心 关照我们本体 那我们能够用决心发挥的波罗 关照决心 这样你做得久了 那个决心它的力道就比较强 势心就比较弱 那我们平常现在势心很强 我们那个佛心很弱 所以佛心它都很委屈 它都退在幕后 被我们掩盖了 我们甚至也瞧它不起 它要冒出头 我们都把它压下去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关照 就是把我们那个 佛心让它能够呈现 呈现的时候 只要我们肯这样做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 应对进退 我们不太会造业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佛心 它在当家做主 因为我们都把它捡出来了 都在它在当家做主 那这个佛心在当家做主 没有业 因为不自私自利 没有业 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可是我们都不要 因为比较吃亏 我们没有体会 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们是住在那个喜欢占便宜的现象之下 结果实际我们吃亏了 我们丧失浩然正气 我们丧失了佛心出来 当家做主的机会 那我们甘愿在六道人魂 值不值得 又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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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学都希望各位说 有问题的要问 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在努力修道的时候 绝对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 就表示你没有在修 为什么 因为修道 这个真理都很细腻 他们有问过就知道 都是很细腻 都差一点点 这样这样 就这样 做就对了 做就都不对了 所以差得很小 差得很小 你看 了了分明 了了分明 你不要起分别心 就是佛性本体 不变之体 啊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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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极厚 必水源之用 那本体就没了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 本体都没了 都要水源之用 说这样好 真厚 结果我们去这些真厚的海盗 所以不知 台湾那些我们理语 亡心 对吗 都在笑人亡心 那怎么会这样说 说这些造型 或者不是鼓励我们 傲傲 那傲傲就是很憨厚 他没有那个 技巧的心 他没有技巧的心 他就不会占人便宜 就不会想那一些 智慧型的犯罪 所以他就不会走路 地狱去当鬼 那我们聚的人 我们台湾的理语说有点干贵 哦 那些人很干贵 有没有 就是很聪明 很聪明都是要心机 这个算计 一点亏都不肯吃 都要占很便宜 现象他是很好 很吃得开 可是在真理里面 他是最可怜的 那个佛说可怜明哲 很可怜明哲 那我们现在在看到那一些人 我们就知道可怜明哲 你就不会很厌恶他 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的话 哦 看他这样做起了 哦 哦 这样 臉都红起来 很生气啊 因为他都占到便宜啊 我们都吃亏了吧 所以哦 就是要研究嘛 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 了解现象 所以很多现象 这个我们都聚 聚在下 所以才产生贪嗔痴 他贪嗔痴啊 佛在讲 最堵的 最堵的就是贪嗔痴 那从哪里来 从我们产生 怎么产生 从我们的六根 对六成 产生的 那这个都是虚犯不死 那我们在虚犯不死的里面 造了这么多业 害我们自己受苦 值不值得 不值得 因为佛说最近 时常都会讲到没生 所以就会说 赶快我们有谁能够领悟出来 就赶快代替我谁来讲 这个真理是很殊胜奥妙的 不了解太可惜了 听到没有 在那里最先话 我们就是要 一定要放下三段 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不要执 一执着的 一执着的 就会了 就没执 没有由我执着 所以一定的 要把那个执去掉 我执 我执 全部都去掉 没有执了 没有执着 就不会当鬼了 我们为什么会到地狱去 当鬼 就是因为执着 我们回来这个上政课 讲了这个大学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 第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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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儒家思想 这个里面 也都隐藏很多奥妙的这个真理 只是我们没有去深深的体会 像这边讲说 这个物有本末 然后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知道他的先跟后 则尽道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物有本 这个本就是免得 然后末就是亲民 所以我们就要先把那个本了解 然后再亲民 然后这个事啊 他一定有结果 已经有开始 然后那个中就是能得 死就是知子 我们知道子于至上 那个就是死 开始 孔老夫子都讲说 这个圣宗追缘 明德归后 圣宗 今圣他的 那个结果就是宗 那么明德 人民的这个 这个自信 都已经很憨厚 明德就归后 绝对不会有人做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果报应 所以孔老夫子也是讲因果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先 什么是后 这样就已经很劲道 老天在解说这一段的时候 曾经讲 所以我们 这个父母亲 这个从开始我们出生 就一直在请我们吃饭 一直在跟我们照顾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回报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有朋友 请我们吃一餐饭 我们就赶快要回钱 没有回钱 我们心里面就够意不去 很难够 很难够 老天说我们都不知道本 不知道末 那个朋友 请我们吃饭 那个是末 不值得我们去挂欲 父母亲请我们吃了这么久 看我们吃得多 所以就把我们请到几回 看请我们吃几年 那我们有在想说 回钱 有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都 本末导致 该自重的 要自重的 我们要回钱 给父母亲 要你孝顺的 我们都认为是当然 拿到朋友 请我们吃一餐 那个不当然 我们要怎么样 噢 赶快回钱 所以 变成 我们就整个一个流行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跟着流行 跟着流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着流行 我许都在想 现在的流行 真的实在是不怎么样 这个女孩子 上半身 那个衣服要越短 然后下半身要越低 中间导致就要出来看人 现在不是这样吗 我这 都处处处 看着实在是很痛 没体没痛 没体痛 对吧 所以不是喔 流行就对了 我们不要盲目去追 盲目的跟着流行 我们穿的 我说穿的最好看 我们穿的 它的清洁 樸素 是最美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 刚刚会比较很难过 现在比较习惯 你如果要穿就穿了 已经比较习惯了 所以喔 以我们研究 这个真理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它那一种表现 叫做无知 无知啦 无知好不好 无知就会遭业 就起后遭业 跟那个佛性的无知无觉 是不一样的喔 你不要把文字都搞在一起 这个角度是差很多 那个是对我们人生整个 这个状况都不清楚 来完成要追求什么 他都不知道 这个整个人生的 这个我们要怎么生活 要怎么追求 要怎么样的来 这个 喔 他都不知道 看人家怎么样 就去跟人家怎么样 所以很多喔 现在的年轻 这个女孩子啊 喔 都跟人家抽烟 他是要表现什么 表现他很 跟得上时代 等到他染上喔 这个烟痕了以后啊 喔 不是对身体都有 喔 这个妨害吗 啊 是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 找了一些疾病来 那以后喔 年岁大了 就呈现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个喔 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啦 只有坏处 可是我们已经都麻痹了 被整个喔 大环境喔 这个潮流的影响 喔 就麻痹了 所以我们喔 一定要研究 了解真理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去做 科学都讲啊 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你就用身教 用身教感动他 你跟他只有喔 一面之眼 你就用眼角 去跟他讲真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一生啊 就有价值 不在于喔 我们的价值啊 不在于说 拥有多少财产 然后喔 这个够得怎么样喔 啊 如意 不是这样 喔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天地人 人为三财之一啊 跟天地啊 是其间 白管阿白多 可是我们现在人喔 谁敢讲说跟天地白管阿白多 都不敢嘛 为什么 我们都没有喔 这个做 我们人该做的 喔 这个义务责任 欸 要带天 来礼物 处理啊 这个物 喔 然后呢 要带天来 宣化 欸 要呢 大家都恢复到 佛的本位 他都没有啊 我们看一看谁在做 我们看一看谁在做 没有啊 没有人在做啊 我还不够格啦 我们要鼓励喔 大家鼓励来做 喔 我也是学的老天讲说呢 喔 父母亲都一直请我们 这么几十年 我们都不想回钱 朋友请我们吃一餐 我们都一直喔 隔在心上 要赶快回钱 所以那个喔 本跟末 就没有喔 喔 去了解 喔 所以我们就是呢 喔 这个要知首先后 知道什么该摆在先 什么摆在后 这样才进到 才跟到喔 喔 这个已经接近了 接近了 那么底下呢 就解说 这个物啊 就有形的 行 有形直是物 等呢 就是花物 就是源头 末呢 就是万书啊 喔 那么是啊 就是清明度众之事 时呢 就是开端 中呢 就是结局 喔 那么知道呢 就是明策 喔 这个明了透彻的 先呢 就是先天 护我们的喔 那个性 喔 那个性 就是王母 那么后呢 就是后天呢 生我的父母 喔 那么到就是无极的喔 喔 那个至见 就是到无极的状态 欸 叫做到 凡世界啊 这个具体之物啊 必有源头 喔 一定也有一个源头 例如啊 这个一枝竹物 源头呢 在其极细啊 极微的 喔 这个 柯种礼 欸 所以喔 我们那个种菜 那个菜籽啊 菜籽啊 喔 有点很小 小到喔 我们去买的话 你去去那个 喔 卖那个 那个 菜籽的那个店 你去买菜籽 这样一点点而已喔 喔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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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一圈就 鬼鬼 就是这样喔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那个就是源头 喔 所以那个源头 就是很细 那么此其物啊 这本 那个物的本 很细 那么此之之物啊 由根花本 至本生 生之斩月 有吃了 有斩月 中之啊 绝 亦万极细啊 极微的 这个苛种 又呢 又可以啊 生吃呢 从那个开发结果以后 里面啊 又有很多呢 这个颗粒 那个又是种子 这样呢 才一直啊 这个绵延不行 那么此其末了 这个开发结果就是一个末 那么一直啊 由末 还本 由末 可以返回到根本 开发结果 那个果里面呢 都有子啊 有祭 那个祭的 又回到根本 由末 又回到根本 你看子虎都这样 啊 我们都不会啊 我们都没有回到根本 哦 心啊 一晃 就让他 随他 你要去过昂七桌 都赢了 都没得到根本了 哦 我们呢 都没有回到根本 那么 如物啊 无本 则莫 从何来 哦 物 没有本的话 哦 这个莫呢 从何来 那么 无莫 则莫 无从 哦 没有莫呢 要还本就 哦 没有办法 所以一定要让他开发结果 哦 才可以又回到呢 这个根本 本呢 能生莫 莫能 户 哦 莫户啊 能还本也 哦 这个又可以恢复到本来 那么 至于人间啊 哦 一世 在我们完成啊 哦 只要是一个事情呢 多半呢 有始无终 哎 大部分都是有始 啊 没有终啊 我们哦 在做事也都变成习性 有开始没有结果啦 哦 这个美满的事情啊 结果 炫于苦恼 哦 本来很美满的事啊 我们都炫在苦恼 哦 这个里面 那么 也要说呢 我们能够恢复啊 我们那个本性 那么从本性啊 啊 来做 就可以啊 亲民 哎 就可以啊 啊 这个将呢 我们那个性分呢 推广到哦 这个己利利人啊 己达达人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哦 把他推广 哦 那么把他认为啊 为己应份 应该应该做的本分 哦 之事 就不是说我去做是功德 我们把他认为是本分 那就没有能守啦 我们把他认为是功德 就有能守啦 他有能守就有对待 有对待就有事项 有事项 就有生命 他本分的事啊 就没有生命 就又恢复到本体 所以哦 什么 什么这个哦 价里面 讲的都是一样 哎 只要我们用心呢 都可以 那么 朝思细思啊 念之在之 这个哦 这个 李祖师啊 在这个大学中庸里面 这个 很常用这八个字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哦 六子所讲的 念念无间 念念没有间断 那么也就是哦 刚才我们讲的 原造清净结相 我们把它融为贯通啦 没有没有所分配的啦 嘿 你能够呢 原造啊 这个清净结相 就是念之在之 就是朝思细思 那你懂吗 你看我们融为了以后 多好用 你看我们融为了以后 多好用 嘿 很好用的 嘿 很好用的 这个呢 朝思细思啊 念之在之啊 就是原造清净结相 就是啊 使整个这个觉性 都没有不觉 都没有不觉 就不会造业 不造业就不受苦 那么浅浅不息啊 是真精神 哦 这个很重要 就是哦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佛性也都是这样 哦 浅浅不息 没有哦 中间说 啊我很累了 我休息一段时间 没有啦 哎 这个累的是有身体才会累 佛性不会累的 哦 而失智啊 前进哦 那个那个死啊 就好像那个剑哦 这样噓 哦 这样呢 叫做死 那么自相 我就是按照这个自相 哦 去做 哎 十字呢 哦 前进 那么将以造自善之疾风 为终于 哦 要呢 这个造自善 哦 之疾风 就是呢 到达那个自善宝地啊 哦 因为我们佛性呢 它就是真 善 美 那我们把它发挥出来 就是自善哦 的疾风 哦 那么果其死情中代 这个大概我们习性啦 哎 这个果就是如狗 如狗哦 我们开始啊 哦 很勤很勤劳 很勤快 可是结果后来哦 就懈怠了 哎 都会这样 这个习性死狼 哎 所以我们要把习性哦 去掉 哦 这个莫言清明之事啊 哦 众极细极为之事呢 亦万无一成 哎 不要说呢 哦 去清明啊 就是很小的事哦 也都没有一个奏成 没有一个事啊 可以奏成 为什么 因为死情中代 哎 所以不能呢 把委员戏 势情中代 对 心中代